您刚刚讲了,我很喜欢吃那个冰淇淋,但是那个冰淇淋变了掉了嘛,跟你所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嘛,1949年从大陆上来台湾的这些外省人心里面在想的,我怎么会跑到这边,那两位原来的领导人曾经承诺过,我把你们从大陆带到台湾,我要把你们带回大陆,没有人。 您去看看那些老兵现在活得是什么样子,没人管他,年轻的人怎么样,我就不要多讲了,那现在倒过来一样,民进党当年所宣誓,他要为台湾的民主奋斗,结果大家,你看去吵的,最近的为了不分区的,有哪一件事情是在吵,为民主在吵,是为人民在吵, 是为他的理想在吵,都是为他的立委位置。 我们今天讲的话,每个人都想执政,但是忘掉了施政,你想到的是,你要去抢那个位置,而没有抢到,你得到了个位置之后怎么样? 我不是小台湾主义,我是大台湾主义,那就是台湾,是领着大陆在跑,你看前一段时间,您刚刚讲的邓小平,为什么还会大家怀念,他晓得经济挂帅,这个事情是确实人民的问题要解决,他向台湾在学习, 那就是他称出来的口号,和现在他的方针,胡锦涛先生也用,具有中国特色的什么,社会主义,我们在台湾所实行的,是具有台湾特色的,资本主义也好,社会主义也好,不是也需要我们大家彼此相印证吗? 所以,We are small, but we are great. 他最后讲,We are small, and but we are great. 事实上呢,最近很多蓝军的人说,宋楚瑜频频上电视,是为了什么? 他统计,这一整年下来,他只上了五次电视,第五次就是我的专访,前面四次是在台湾收视率最低的一家电视新闻频道,叫做年代新闻频道, 这个年代新闻频道有一个节目,叫新闻面对面,他连续上了四次,在一整年,到现在为止,已经七月快要底了,他不过上了四次,只是年代呢,收视率太好了,不断不断的重播,然后我专访他的时候是第五次,他的动作并不大,但是他动静观瞻,而且他的口气,他的内容,让很多人都无以反驳, 马英九不知道能不能听见宋楚瑜他的谈话,马英九能不能反省,人都有摔跤的时刻,他现在风光,也不见得一辈子风光,他的能力或许并不如宋楚瑜,只是他的机遇比他好很多,要宋楚瑜跟他合作并不困难,只是马英九可能要得晚一点 来吧,来吧,来吧